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见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拜拜 Chris 大家好,我是阿黎 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教你怎样找GP 什么叫GP呢? 就是你 当你去到英国某个小区 或者某个地区 据住,租也好买也好 都要博家庭医生 那怎样找你住的地方 或者租的地方 怎样找这个家庭医生呢? 阿黎爷,你可以开始了 比如我们在英格兰的时候 可以去这个网站 你可以打你的 住的地方 或者你的 那个城市 或者 放个postcode 你就找到那个地区 那个家庭医生的 比如你去到苏格兰的话 那你要找回苏格兰那个 那我们可以试试在苏格兰的地方 那我首先讲一讲 通常你的租楼也好,买楼也好 好了,有个地址 有个地址 有个 简单的postcode postcode 那你,譬如我现在看这个盘 我之前看过一间屋 我随便在空外楼搜寻楼搜楼 然后就贴上去 找一下我住这间屋 可以找到什么家庭医生 那我找到了 那这里有一堆了 那这里有一堆了 那你怎样知道 哪个最接近的 就是因为它都在附近的 就是 你那个刚才那个postcode 它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就是你可以找你最喜欢的那个 就是有人介绍你 或者你可以找最喜欢的那个 又或者找最近的那个 那你怎样找呢 譬如你只是 只有这个 这个地址而已 那刚才 我找回刚才的postcode 刚才的postcode 行行行行 在这里 那我们另外有一个网站 如果你来这个网站 那你就把postcode进去 那你搜寻 那你会见到一堆东西 其实呢 有关这个postcode里面的资料 简单 它有 房屋方面的资料 那些人的资料 那些扣除的资料 或者就业的资料 那你甚至 欢频的资料都有 那大家如果有用的话就进来看 那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找GP 那你按 在附近有些什么 那你会见到 有些十字的 就是GP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刚才这个线在这里 那最近的GP就是这里 是不是 这里有四个 有四间围住你 但是现在 就是我这样看 最近应该是哪一间 这间或者这间 是不是 这间或者这间 那你就 KL去看看 咯 那他都有个 有名字啊 有帖子啊 有帖子啊 G128ND的那个 那我看 看看这个 是不是G128ND 是不是 这个就最近 就是他放一个最近的 对的 还弄成红色 你不喜欢的 你不喜欢的 你可能 哦 我 我 上班 或者近哪里的 那你 你可能 哇 你到这里近一点 那你可以选这个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登记 但是他收不收你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根据他 他有个收病人的限制 太多他就不会做 如果你想来这一间 他可能未必有QOTA给你 你迫着就要找其他 所以你未必想去那间,未必一定他会收你 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就是这样找的 那你找到吧,找到刚才 譬如你找到这个 这个最接近,看看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他有什么资料 叫什么时候开工,什么什么 详细资料在里面 那怎么注册呢? 看我的网络 那你见到吧,进去这个网络 假设我自己找了一间GP 我求他选一间 譬如我现在选了我附近就是这间 我按上网搜索 搜索了,我会见到他有个网站 我就按进去 按到进去,这里有一堆 例如写了New Patient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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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堆网站 例如我按 register online 按进去 然后他又有三张网站 要我填的 这里一二三三张网站 你填完三张网站之后 你要问他究竟要在网上register 还是最终要拿下去 交这些register网站 我自己选的那间 要填完所有东西 然后拿下去交给他 我交资料 你选的那间,我不知怎样 其实过程很简单 刚刚礼爺也说了 首先去刚刚那两个网站 这个是哪个 是英格兰的 这个是苏格兰的 这个是苏格兰的 不是刚才那个是苏格兰的 这个是苏格兰的 查了,看看我选哪间诊所 抄了诊所名之后 去google找 好像我这样 一找他出来 就去那个网站 就下载一张网站 再下载一张网站 这个是苏格兰的 你入个postcode 下去 那就会出一堆 你需要的 比如这个 这个是苏格兰的 这样 这样 通常呢 简单的 你打进去 它会直飞到网站 那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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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的网站 这个就简单些了 你看到 比如你想 你留下了新 新 越加了新 对 他还会给你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你下载了这张网站 填好了 然后 就E-mail给他 那么他就会告诉你 怎么做了 是 他可能要你上去做一些 或是打电话 要問你一些東西 是啊,很簡單的東西 簡單就是這樣 譬如這張fork 翻到來 其實那些fork都應該是簡簡單單的 拿你的資料 填填畫地址、Postscope 填好你的資料 就照樣傳上去 我記得我填的那份很有趣 問你有沒有食煙、有沒有癌症、有沒有絕症 那你就照樣填 你有多少資料就照樣填給他們 然後呢 譬如這張fork的做法 暫時就是 你要把這張fork 就電郵給他 是 各個不同的 有些就 Return Wadjustart form and return it to 等等等等等等 就傳回這張fork 那他就會幫你搞 但有些呢 有些fork會傳統一點 只是接收電話 即是你打電話跟他說 那他就會告訴你 或者他會寄一些方給你也有的 那有些呢 就直接告訴你 我們已經不 剛才我講過的 我們已經滿了 不收啊 那樣都有的 是 個別都不同的 那自己會 即是你要去找到之後 才知道 那個情況是怎樣 所以呢 如果你簡單的 你要找 就是這兩個網站 剛才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找了 另外就在 英國的話 就是這個網站 是啊 都是這樣找的 找到之後 譬如 你想知道他近不近你家 或者之類 剛才就另外一個網站 這一個 在這個網站裡面 那你就在這個網站裡面 你可以打個 postcode 你住那裡 那他就會走出來 這個點 那他走出來 走到這個點之後 那附近你想 哪一間 那你就 看看哪一間近一點 或者哪一間好一點的 那你就 可以在這裡卡進去 那就可以對回 那就可以對回 你剛才找的那個 出來的那個 GP 就是這堆 那你就對回 看看哪一個最近 那你卡進去找 那就可以跟回 剛才的程序 就做回 或者下載那張照片 或者打電話上去 或者下載那張照片 或者下載那張照片 填好 寄回去 email給他 又或者下載那張照片 之後呢 填好後 要直接去找他 都有的 是啊 很簡單 那你要跟回那個程序 那一般來說呢 就要帶齊你的 可能你的病歷 或者BRP 那些資料 帶給他 是的 地址 地址證明 BRP 那些什麼 第一句到尾 首先你查了你的GP位置 查完之後 就是這兩個網站 查完之後 然後你就 找到你想要註冊的GP 是的 找到你想要註冊的GP 然後你 看一個程序 是的 on-up-regulation 那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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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信息 就這樣簡單 一人趕著我先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